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的文化热点 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 日前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 展览通过540余张照片 1900余件文物 以及大量视频 食物场景等 展示志愿军将士的英雄气概 和不畏强敌 克敌制胜的精神 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派 万众一心的爱国情怀 彰显中华民族不畏强暴 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 中国歌剧舞剧院出品的 舞剧《英雄儿女》交响合唱版 于10月22号至24号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大剧场连演三场 该剧以同名电影《英雄儿女》 及巴金创作的小说 《团圆》为蓝本 讲述了抗美援朝时期 志愿军战士王成牺牲后 他的妹妹王芳坚持战斗 最终和养父王富彪 亲生父亲王文青 在朝鲜战场上团圆的故事 该剧融入古典舞 现代舞 民族民间舞等元素 并首次通过交响乐和唱形式呈现 展现了中华儿女勇往直前的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和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六集大型电视纪录片《英雄儿女》 正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晚八点当黄金时段播出 每天两集联播 纪录片《英雄儿女》 按照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进程 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 在线全国人民万众一心 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壮丽图景 于雪涛是海派玉雕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师从海派玉雕 国家级飞翼传承人洪新华 作品级《行神巧》于一体 融合了古典美与现代美 令人耳目一新 虽然继承了海派玉雕的衣钵 但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 成长在海河之兵的于雪涛 在上海出师之后 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天津 他说自己的创作离不开亲情 离不开补育自己的家乡 完成一件作品 就是相遇 设计 花稿 然后就开始出批 出批上海话叫出批 就是粘料 粘就是把破大型 雕塑里的破大型 然后从整体再到局部推行 第三步它就是破细弓 那最后的时候就是磨顺 老年间说玉不灼不成器 玉必须要雕琢 你不雕琢 它实际上就是一块石头 就像人生一样 鸟要雕琢 身旁 龄 龄 我们开到海拔五千多米的时候 那时候下着小雪 沿着这个碎石的路 下边就是万丈悬崖 稍微开不好 就直接就可以掉下去 千人去百人还 百人去十人还 十人去可能就没人还 这个挖一人开不了 所以欲识之美 欲识之路 惨欲之路 处处艰辛 处处艰险 对我感觉深的 就是开采的艰辛 经过千山万水 到了你的工作室 你应该更仔细 更用心地去雕琢每一块玉 因为它确实是大地的领悟 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 在天津玉雕厂里搞设计 当时正好有个机会去上海 机缘巧合认识了我的师父 上海玉雕厂的洪新华大师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放弃了自己的设计行业 从事喜欢的玉雕 圆了自己的一个梦 二十多岁的时候 特别喜欢做一些罗汉 我本身是搞绘画的 又搞雕塑 所以作品当中 更多的创作体会 自己的工艺 和对造型的理解 要表现罗汉的那种骨骼 肌肉 首先要对结构了解 对人物造型了解 作品总体呈现得相对空一些 我待外地待着二十多年 跟老人之间在一起的时间 实际上特别少 我觉得有些愧疚会欠他 我跟我家父亲这么说 我说老头我把工作室搬了别 老头特别痛快 一分钟都没想 什么时候搬 我现在四十七岁 他不是我当年二十岁时候 要为了生活而做一些东西 现在我觉得特别体会的 就是人到中年的这种辛苦 那上有老 下有小 现在不是创业的时候 亲情的东西可能更重要 就像我自己从南方 上海二十多年 然后回了北方 然后回天津 在天津照顾父母也好 我觉得这个里边 都有自己亲情的原因 所以对于我自己 创作内容的题材 题材与内容都有很大的关系 更深刻化 更接近生活吧 比方说我有件作品 叫《程大叶》 一个爷爷 滴了一桶水 在浇这个树 孩子在他身后 拿了一个锄套 在除这个 挖这个树的坑 然后去浇这个水 我觉得那个实际上场景 就是我带我女儿 养这棵树的时候 这场景 那我是父亲跟女儿 并不是这个爷爷跟这个孩子 实际上这个感觉是一样的 我们说人称叫着玉 琢磨这个词实际上就是从玉雕来的 人说玉雕什么事 说你要琢磨琢磨 实际上就是玉雕 我觉得创新的还是从内容题材上 可能更多的东西 你中科闺女士大师 人有地应责任感 有一些时代主题的作品 我们也有 纪念红军长征 八十周年 作为作品叫《心心相应》 一个大人粗糙的手 一个孩子的手 手里抓着一颗星 就是五角星 也就是心火相传传取的意思 我觉得玉雕承载的应该是一种传承 一种精神的传承 吉祥的寓意吧 寓意本身对我影响实际上特别大 当年的时候年轻 我觉得他还是相对来讲 脾气相对急躁一些 由于从事这行业 做玉雕 又是我喜欢的行业 能把自己心静下来 把自己的性格做一些收敛 温润如玉吧 创作玉雕作品他要琢磨 同时他要需要很多的深色熟虑 包括人物表情 我喜欢做一些比较笑的 或者胖的 我总结就是 人生就是笑着过 作品就是笑着做 所以你的作品 呈现给观看的人 收藏的人 一定是喜气的 一定是能够传世下去 同时又吉祥寓意的 天津是一个传统文化 底蕴深厚的地方 古画 陶瓷 传统民间艺术 及古代雕刻 为于雪涛带来了 无穷的创作灵感 他说 白玉浑厚圆润 细腻温婉 与中国人 内敛 含蓄的性格相近 他喜欢雕琢玉气的过程 把自己的喜怒哀乐 放在作品当中 让作品富有生命力 是他最大的创作动力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关注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节目互动 不仅有机会 赢取演出门票 或者是文创产品 还能够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和你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 不仅有机会 indicat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